一大早看到的是 高美湿地的即時影像 目前TOO六大雨 雨很大 尤其是台中彰化 以及苗栗一帶 雨有夠大的 那麼目前在這個地方 還下起雷雲 天氣真的不是太好 那麼現在要出門的觀眾朋友 特別提醒囉 天雨路滑 而且行車的視線 是比較差的 放慢速度 小心安全了 來看一下 今天的封面 究竟會怎麼影響我們呢 好 這個科研村 是今年入春以來 最強的春雨 為什麼說它強呢 因為雨下的滿大的 好 這樣的消息 是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 因為大家要小心安全 因為抗旱 以及這個有水 這件事情 真的是一線之隔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來講的話 白天受到封面的影響 因此今天整個西半部 都會有雨勢 尤其是中南部 會是降雨的熱區喔 看到這樣的雨量圖 就知道紅色的色塊的部分 就代表雨勢將會比較劇烈 比較大一些 尤其可能會下到 短延時的豪雨等級 那麼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的話 封面再往南壓 也就是封面會來到的是 南溝坪一帶 台灣的南部 會受到封面的影響 因此中南部地區 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那麼倒是今天下半天 北部的雨勢 就會稍微趨緩一些 目前現在封面的位置 都壓在桃竹苗 還有台中地區 因此現在ING 雨是比較大一點的 不過等到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清晨來講的話 北部雨勢趨緩了 反倒是中南部地區 必須要加強警戒 那麼一直到禮拜五的白天 白天開始封面逐漸地遠離了 而且封面的結構 也稍微減弱一點 因此全台灣的降雨 就會逐漸地趨緩 我剛剛講逐漸兩個字 也就是說慢慢慢慢地 雨會變得比較小 但是不是說完全沒有雨勢 請大家出門 還是得要帶傘的 我們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那麼這一波的封面可以看到 這個比較旺盛的雷雨包 尤其是紅色以及白色的部分 現在就來到了台灣的上空 因此今天是受到春雨的影響 尤其雨是下得最劇烈的一天 今天一整天雨都還滿大的 那麼尤其是西半部 以及東北部一帶 要防雷雨的發生 那來看一下 中央氣象局現在發布了 大雷雨的即時訊息 好大雷雨包含像是 你看紅色以及白色點點 那麼就是閃電雷急的訊號 目前就壓在桃竹苗 以及台中彰化一帶 目前的雷雨範圍的訊號 非常的明顯 也就是伴隨著 比較旺盛的對流 包含像是雷急 閃電 強震風 強降雨 就在目前這個時間點 一直在下 一直在發聲 所以聽到雷急的這樣的聲音 趕快來到室內 盡量不要待在戶外 那麼甚至在今天不排除 可能還會下起冰雹 主要就是因為這一波的封面 夾帶著中小尺度的對流 因此會有劇烈的天氣變化 那中央氣象局也持續發布了 豪大雨特曝 先來看看豪雨 也就是三個小時會下到100毫米 那麼像是苗栗 台中彰化地區 目前是豪雨特曝的範圍 那麼另外像是基隆地區 雙北市 新竹一帶 還有像是南投拉 雲嘉南 以及離島的澎湖 今天都是大雨特曝的範圍 那麼這樣的大雨特曝的範圍 以及雨區都會持續的擴增當中 那麼來看一下 從昨天傍晚開始 一直到今天大概是早上的8點左右 累積雨量到底有多少 雨下在哪些地方呢 好 你看到紫色以及紅色的色塊 就可以知道 目前雨是最多的地方 那麼就在苗栗的泰安 兩天的累積雨量來到了185.5毫米 而在苗栗的西湖來到了181毫米 雨特別的明顯 那麼另外就是新竹地區了 新竹的西濱大概是170毫米 桃園的新屋也有155毫米 那麼這樣的雨區變化 其實要等到下半天之後 這個雨比較多的地方 可能就會換了 可能會來到南台灣 尤其是雲家南 在下午的時候特別戒備了 那麼在海面上目前 還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正在發展 目前它的位置是在關島的 這個海面上 目前是今年編號的第二個 熱帶性低氣壓 好 它在關島 那麼跟台灣的距離還滿遙遠的 你看看我轉個身 很遠啊 所以目前的狀況是不受太大的影響的 而這個熱帶性低氣壓 有沒有可能會變成 今年第一號颱風 珊瑚呢 好 目前看起來是有成為清台的趨勢 而且組織結構正在發展當中 那麼後續的行徑 我們再來做觀察 來看一下北台灣的溫度趨勢了 那麼今天因為春雨封面來報導 所以說溫度跟昨天比起來 很明顯地下滑了 昨天北台灣的高溫可以來到31度 但是今天來到了24度左右 那麼今明兩天都是受到春雨封面的影響 因此溫度大概是23 2到24度左右 等到禮拜六封面逐漸過了之後 那麼溫度稍微回升 來到25到27度 那麼恐怕要等到禮拜日 或者是下個禮拜一 北台灣才有機會 可以看到陽光的 來看看中台灣 好 中部地區也是受到雨勢的影響 目前雨有夠大的 所以溫度相對來講就比較低 那麼大概來到25度 那麼禮拜五一直到星期一 下個禮拜一 那麼高溫才會逐漸回升 來到29度左右 南台灣 好 目前南台灣的雨 跟中台灣還有北部比起來 還沒這麼大 但是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下半天雨才要開始 那目前尤其是在高雄跟平東 還可以看到些微的陽光 那麼基本上今天跟昨天比起來 溫度也是下滑的 來到26度 那麼禮拜五封面遠離之後 一直到禮拜天 溫度才會再度的上升 來到29到30度 東半部 好 東半部的雨 其實跟西半部比起來 雷雨的時間點沒有那麼多 主要的雷雨都集中在西半部 那麼東台灣也會受到 這一波的雨勢的影響 因此溫度今天來到了 是26度左右 那麼禮拜五之後 一直到下個禮拜一 溫度也會稍微回升一點 來到26到27度 那麼基本上今天主要 還是要以雨的影響為主 那麼早上的這個雨呢 都集中在新竹啊桃園啊 苗栗地區尤其是在中頭一旦 甚至有閃電的雷雨訊號 下半天南台灣的觀眾朋友 加強警戒了 因為下半天開始 雨又要開始下一波囉 尤其這封面逐漸往南壓 不容小覷 也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小心自身的安全了 那麼山群活動盡量不要去 以上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